近年興起明星直播帶貨的風潮 不少藝人都利用自身的影響力 在直播中推銷產品從而賺錢 很多當紅的明星都是帶貨能手 例如余文樂、楊蜜等等 就一直位處帶貨榜的榜首位置 不過最新的榜首位置竟然是曾志偉 下單了!跳瘋了!這台XO! 增加招牌酒 在我們這個直播間 都是懂酒、愛酒、愛我的人 感謝大家 他昨晚在抖音直播賣酒 短短五小時內就賣了足足港幣1500萬的貨 一下子登上大貨榜榜首位置 有志曾志偉向廠商表明不會收酬勞 唯一條件就是要用回他的個人團隊 給一些因為疫情未有工作的香港伙計 一起在大陸賺錢賺生活費 對比出外賺錢賺生活費 有志願的